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刘君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好 歡迎來到酒吧新聞台 您現在收聽節目是非要不可 我讓你非要不可的刘君耀 受藥藥 又到禮拜三新聞三條線 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 職場的勾心鬥角 職場的甄嬛傳 來跟我們一起勾心鬥角的呢 是 以人力銀行的公關總監李大華 大華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這個公關總監呢 專門呢 監 別人的監督別人的 這個 要講快一點好緊張 天 我跟你講 這大華勒 我跟你講 這勾心鬥角 大華一流的啦 你看他外面看起來表面斯文 這麼帥氣的男生 形男 事實上他也是在這種職場 勾心鬥角 打滾過來的 我是被公親鬥角之後學了很多經驗 那誰不是這樣子呢 對不對 大華在中廣 從畢業呢 在企業待過 貿易公司嘛 貿易公司 在廣播公司待過 廣播公司也待了不少年 五年 五年 去了美國 香港 那因為工作實在太優秀了 那後來到電視台 當主持人啊 主播啊 幹嘛 然後就去唱片公司 當這個宣傳經理 宣傳部 自己開過傳播公司 開了餐廳 現在到了人力銀行 你說做過的職場 職務啊 二十幾年來 也做了非常多 對不對 這反手過必要很急 現在人力 我覺得是 真的是以前很多經驗 可以用到 是 那我問你 你做了這麼多的職場 哪一個職場勾心勾腳 你覺得最嚴重 其實坦白講 在傳播界 尤其是電視台 我覺得看最多 喔 是嗎 這鏡頭一定跟我一起去淹 就是吧 哎呀 電視台 電視台因為人多 然後他層級複雜 所以他勢必 對 一定會有很多 人多次就多 次就多 就開始出現 會有一些真功啊 甚至有為過 這樣子 然後有真相有假相 整個就串在一起 所以 如果不懂的人 會覺得目的看話 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 深入核心才看得清楚 原來是這樣 人多啊 必有白癡 數多必有枯枝 就是這樣 所以說電視台 人那麼多 而且呢 每一個人 都是想踩著別人的肩膀上去的 嗯 講一個坦白話 哦 對 你很難出頭 你很難出頭嘛 哦 所以說 大家知道沒有 李大華可以 站在那麼高的位置 他踩過多少人的血跡呢 哈哈 這真的要抗議 他踩過多少人的肩頭呢 哎呀 這是李大華成功的地方 但是今天 講的都不是李大華的事 都講的是李大華 好朋友的事 好不好 好朋友的經驗 怎麼樣去勾心鬥腳 都跟李大華沒有關係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 預蓋米漲 可以吧 今天講的都不是李大華的經驗 好來 今天呢 會講什麼呢 今天我們的主題呢 嗯 我 呃 應該是說 月籍報告 OK 月籍報告 月籍報告 怎麼樣下跳棋 嗯 其實跳棋啊 真的是一門學問哦 怎麼樣跳過別人 這樣一跳 跳過別人 你才 跳棋是跳過別人 你才會贏 是 那職場上很多是這樣子的情形 嗯 那第一個就是說 呃 怎麼樣是有功 怎麼樣是有過 怎麼樣先保好 保衛好自己 不要被別人跳掉 怎麼真功偉過就對了 哈哈 對 就是教大家真功偉過啦 不要客氣啦 我首先 我先講一個自己去香港的例子 香港其實它是一個 就是說它工作分的很細 每個人都有一定的 自己分類的工作 如果說你工作被人做掉的話 第二天你不用來上班了 對 如果說 這麼現實 對 因為老闆他也是啊 他也要花錢去請人嘛 是 那他又希望每件事情做好 所以他還需要 一個蘿蔔一個坑 這樣做好 那如果說你這個蘿蔔大一點 就把別的坑沾掉了 對 那旁邊當然勢必 就不用請這個蘿蔔啦 所以這個例子 我剛去香港 第一天我就學會兩句話 兩句話 那其實都很簡單 但是我聽的最多 然後就我一去呢 因為那時候 我很多的這個 傳播工作的經驗嘛 所以看那時候 我的工作是主持人的 presenter 那麼 我有很多稿子要看 流程我要看 就第一天我看了 Rundown啊 還有稿子 我說 欸其實這可以 怎麼做會更好啊 螢幕上怎麼呈現 會更快啊 這樣子 那因為香港 其實我們知道說 在台灣 我們去跑一則 娛樂新聞 帶兩個人 跑一則新聞 一個人問自己的攝影 香港去他做的很細是英國的做法 一輛車出去 有四季一定有的 有導演 副導演 燈光 燈光助理 攝影師 攝影助理 加上writer 寫稿的人 加上主持人 最少這八個人 不給司機 那最近他每個人很細 所以 第一次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可以改 那可以改 就馬上聽到 那個人就說 不關你的事 不關你的事 唉唷 所以我說 欸奇怪 我們在台灣 覺得說 你多一點貢獻啊 多一點刺激啊 應該會更好嗎 不是 不讓你來碰 不讓你管 這樣就這樣了 不關你的事 然後我說 這樣子 好好好 然後我盡量 不去講別人 因為別人會告訴我 後來同事告訴我 你不要插手太多 不然人家會緊張 然後外來和尚念經 從美國來 對不對 在紐約被請過來 那這樣大家很緊張哦 說好 同一天沒有過多久 就發現有一件事出包了 出包了以後 當時 不關我的事 哈哈哈哈 不關我的事 這是第二句話嗎 第二句話 第一句話就是 不關你的事 不關你的事 你不要碰 不關我的事 不是我 這別人 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才會這樣子的 也是也是 就被人家跳了嘛 跳過 好 好那這樣就我在香港學會這兩句話 雖然聽起來是蠻搞笑的 但它卻是一個事實 可以講出 描述出職場方面 你真的有些奮技 你要嚴守一些奮技 你就不能讓人家插走 有些事情呢 你不能讓別人碰 那所以碰 如果說自己出了事 你要想辦法 怎麼樣來把這個過錯呢 其實不完全是我的 或者完全不是我的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對應到 這太經典了 真的 不關你的事 不關我的事 真的 這兩句話呢 真的 不關你的事 這中間 就已經太多的道理在裡面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 人家講這句話的人的心態 你不要來越界了 你踩到我的地壘了 你踩到我 你要讓我沒飯碗 你再踩進來 我就飯碗被你砸了 是被你砸了 所以說我告訴你 不關你的事 你給我保持距離 哇賽 這個事太重要了 對 所以不關我的事 你不要說是我 跟我沒關係 這件事情有任何問題 跟我無關 這樣子 所以我們講 徵功尾過 雖然是一個 好像比較聳動的事 但他在職場上面 他卻是你要嚴守 自己的崗位 或說你的地盤 很重要的一些功夫 這是你到香港去學到的 對 香港去學到 就很直接 第一天我就 噢 這個社會是這個樣子的 噢 這個社會是這個樣子的 如此的 而且他是一個電視公司 我們講到電視來 其實分得最細嘛 好 那再講說 其實怎麼樣 下跳起 對 那有一個故事 就這樣子 那有一位主管 他在他很年輕的時候 他就表現很好啊 他從這個 小妹開始做起 慢慢就做到 誒看是專員 然後做這個部門的一個中間主管 然後他負責去提案 然後提案 然後就跟客戶提案說 我們幫你包裝做公關做活動 今天還包含一部分的廣告 Media Buyer 幫你購買媒體 然後幫你做一個活動 然後幫你電視台露出 一整套做Presentation 那他所有的 他所有在這個部門 當然也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對不對 他是一個中間主管 他上面有一個小老闆 女生 然後在上面公司的大老闆 他下面還要帶美美弟弟 那他有一次他就去做簡報 他整個過程裡面也就鉅細靡遺 怎麼樣做啦 這個景片怎麼設計啦 他要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用哪些圖啊 因為是先起嘛 他一定不是實體 他長得還最貼近的 然後客戶眼看 會眼鏡一亮 然後也心情的打電話 也不會交代下面的人打電話 然後每一個都打點好 然後他去做簡報 那簡報的陣仗一定都是 他的主管要去 他要去 他底下的人要去 然後一直排開 讓大家看到說 這公司是有規模的 是 然後他來負責簡報 好 那簡報的時候 開始 D也怎麼樣 有動畫 有這個Flash的啦 然後也有這個PowerPoint 然後各方面都有 PPT啦 結果簡報完了以後 客戶一般都會提很多問題 沒想到客戶居然是說 哇 不錯不錯 頂頭如搗算 就從頭到尾就聽你講 直接講完了 他非常的得意 然後結果 但是你要看客戶都是笑的 可是他的主管呢 臉色有點凝重 皮笑又不笑 這個不錯啊 這個主管簡報很好啊 頂頭方 那好謝謝 就回公司了 結果第二天一早 他就被他大老闆叫去 大老闆叫去 是 就說 欸 來 小春 這個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有一個說出來兩件事 他說 是啊 你覺得我今天表現很好對不對 這可以進來啦 他說 我告訴你 你的主管 決定要把你調去他的部門 不然他就不想做這個位置 怎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你去簡報的時候 太搶戲 請他把他當成一個人形立牌 就站在那邊什麼事都不能做 功高正主 對功高正主啊 他覺得說 你在這個部門裡面 好像你一個人就夠了嘛 客戶就直接跟他講說 下次 王經理下次 你們公司辦簡報 你可以不用來 你不用住行的話 你可以忙別的事 不關你的事 對 不關你的事 你這兩句話真的太好用了 不關你的事 結果他說 你主管覺得說 沒有辦法跟你合作 因為你讓他覺得說 他在那邊是一個透明的 大家都在真相 在跟你講話 跟你握手 他沒有幹嘛呢 對不對 那你有想到 我們公司怎麼做法嗎 然後我就開始心裡很悶 他說那還有一件嗎 他說對 第二件事是 你的底下的員工 也跟我投訴 蛤 我帶紅帶不好嗎 不是 你就叫他們做苦工 然後呢 你在那個做苦工 其實就是 你交代他一些動手的事 你就叫他動腦的事 因為你動腦全動光了 沒給他們提案表現的機會 不關你的事 對 他認為說 他在你底下沒有出頭天啊 誰都可以做你交代的事情嗎 你去幫我印個東西 你去幫我拿個東西 好腿型的 好腿的事都給 索事給他做 索事給他做 也不會跟他討論 你是怎麼想出來的 也不會有brainstorming 會議跟大家說 即使廣義 你傳承一下 跟你學不到東西嘛 然後你的光環 就永遠在你身上 然後 所以他說 他請調部門 他不要跟在你下面 所以他當時 已經面色靈透 就一聽他淚如雨下 是 那個時候他就想說 哇 那真的是 那我這麼失敗 我進了這麼多努力 沒想到 我今天本來想說接受表揚的 就後來是 大家對我的他罰這樣 能力很強 人員很差 人員差都不得了 上下都對他 完全是不能夠合作的 沒有錯 結果這個老闆呢 就跟他講說 看他這個樣子 他說 好 那我知道啦 你是這個 一片心靈要努力啦 但你要想到一件事 就是人呢 只有一雙手 一雙手 你能做這麼多事情嘛 今天我都丟10case給你 你 三天可以出來給我嗎 不行嘛 你最多做這一個case而已 而且你的眼界也不夠廣啊 你的老闆有不同的經驗嘛 你要跟他討論啊 讓他適度的來做一些 做一些那個 就是說對外曝光的機會啊 所以你要做求 但我知道說 都用你的才華 做那麼多求 然後都送給別人 對你好不公平 但是你要知道 培養關係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在職場上 遇到一個貴人 這好像是很正面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老闆沒有 因此而把他fire 他老闆還教他 還教他說 你應該在職場裡面 怎麼去 跟上跟下 對 來維持那個關係 可是他這樣子 等於是用他自己的能力 用他自己的創意 然後把這個機會做求 給他的長官 或甚至呢 再去培養更多的下屬 對這一個當事人來講 他一定會覺得 很悶 如果是我啦 會覺得 哇塞 很悶死了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能力都比我差 可是呢 我卻得顧全到他們的面子 可是這社會不是很現實嗎 是 但是重點是 剛才俊曉講的能力的問題 其實呢 他們的主管能力真的沒有比他差 他自己覺得說他自己了不起 有的時候 他自己的心態 對 在別人眼光看起來有點假的 你這些做 你雖然是不錯 客戶可以鼓掌 但是 這是一個case 他有很多case 你都行嗎 這樣子 所以他就用了必勝之力 要做好這個case 如果說他今天沒有聽權的話 他注定失敗 結果他怎麼樣 因為他想說 這故事到這邊是一半 他如果這樣 永遠這樣做下去的話 照這樣做 他一定升不上去 因為主管還有考核的能力 然後我覺得他能 他工作能力夠強 但人緣極差 對 我就給他打 平等 考評就變這樣 考評疑等 有時候平等 疑等你也上不去 然後沒有團隊精神 沒有錯 這句話一寫上去 像我們做這種電視台的 你知道 沒有團隊精神 這句評語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因為什麼 我們所有的都是teamwork 你幹嘛 你一個車子出去 台灣是一部車四個人 外面你說只有八個人 你沒有辦法團隊工作 你怎麼去在我的電視台混呢 就不能夠 所以在電視台尤其是 很嚴重很嚴重的一個評語 對 所以有很多有些電視台 他會主管看到 你參加過合唱團優先錄用 因為合唱團不是獨唱 現在大家卡路可以搶麥克風 合唱團你是唱不同聲部 而且你要用耳朵來唱歌 你聽這一部好 我們這一部比較弱 我要稍微大聲一點 你聽這個另外一部比較強 我們這一部比較弱 因為別的比較弱 我們就小聲一點 每個人都是用耳朵來唱 都多聽多看 然後再做 所以這樣就有teamwork的精神 對 但是你如果寫說 我是主唱 專唱solo 完了 大家就完了 這個人沒辦法來 你就要美光燈 你就活在聚光燈下面 而且你習慣了 習慣了 而且沒有燈你怎麼辦 今天如果不讓你當主唱 你可能就在那邊 扯後腿 然後唱歌唱得很優美的時候 就 對啊 雲神優美 但是是個放炮大王 是 不合時宜 對對對 所以在那種 就這個人 我故事講到這邊 這邊開始他本來是下跳棋 他本來不會下跳棋 他本來是下象棋 都沒有炮 只有居啊 去直衝啊 去吃別人 或者是過河的阻止 就一度往前衝 就是只能這樣子 這個比喻更好 他就根本是一個兵主而已 對 他的格局只能做到兵主 他被點了一下 他發覺 哦 原來是這個樣子 他哭完之後 馬上振奮 結果振奮 又發覺這個公司 你再怎麼樣 企業文化好的話 老闆再怎麼好 你不會每個人都這樣想 他那個主管 永遠盯他 他就上不去 他現在在這個部門 他不管做什麼 再做球給他主管 完全不領情 他已經得罪主管了 無情中已經得罪主管了 在職場 主管會害怕 是 因為風芒太陋 他知道說 你是功高震主 風芒太陋 然後我如果再培養你的話 我不是明天 我就直接直接上班就好 我位子就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就開始打壓 抵押他 什麼事情都是 母管理使用 你不用做了 都不關你的事 換他講 不關你的事 不關你的事 對 所以他這時候 開始瞎跳起了 既然他大老闆 跟他有這樣的一個默契 他就開始專注 就是說培養 他跟大老闆之間的感情 這種 除了在工作上面以外 用美人機嗎 也不是 用苦肉劑嗎 有的時候會用到苦肉劑 美人劑加苦肉劑那是什麼劑 那就是生殖劑 那聽起來好像怪怪的 對 他其實不太用美人劑 不是用美人劑 他是用有點苦肉劑 他是用有點苦肉劑 然後動之以輕 就是說他就常常 他把老闆當他導師這樣子 讓老闆覺得說 他這次已經覺得說 你是個人才 但是你要學會 至少倫理 你要做窮 對不對 然後現在他直屬的老闆 已經完全的不理他 跟他劃清界限 所以他這時候就覺得說 既然 我們就打蛇水棍上 既然大老闆有跟我點過 那我就讓他覺得說 我什麼都聽他的 讓他感覺上 他受了一個得意門生的那種感覺 好像敵傳大地址 或是關門地址一樣 效果如何呢 我們先進段廣告 廣告之後來繼續聽大華 來跟大家講 好 後來一般新聞台 我是劉俊耀 So 要要上班時間 勾心鬥腳的李大華 在這邊跟我們講故事 不是 李大華 不是 李大華在講勾心鬥腳的故事 不是勾心鬥腳的李大華在講故事 你看這重組造句 真的是非常非常 同樣的字 但是你把它換一個位置 就不一樣了 兩樣琴 所以李大華在講勾心鬥腳的事 來 那他開始下跳棋了 下跳棋 對 然後他就每天他就把自己來 他自己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有什麼心得 然後想出來就做個簡報 你知道好像報表一樣 就呈給他的大老闆 就跳過了 開始跳過直逐主管 因為給他直逐主管沒有用啊 直逐主管只會把他好的拿去 然後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然後也不會跟他有什麼回應 他不好的話 直接把他打成報告說 欸 我們這邊的小王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這個人可能不能用 所以他馬上就伸手起海 那我跟他報告什麼用呢 我直接跟我老闆的老闆 去維持一個關係就好 因為這也要有兩種的條件 第一個他是非常有企圖心 他想要往上面爬 他有這樣的企圖心 不管他是什麼樣的目的 那你對一個好像 對工作懶散啊 沒有規劃沒有企圖心的人 他絕對不會來成為一個 跟別人勾心鬥的角色 一定不會 我每天領這個錢 然後按次下班就好了 對我一攤爛泥虎 那你要怎麼樣踩就踩吧 是不是 所有事情都不是我的事 管他關不關我的事對不對 是 所以像這種人 他不會成為勾心鬥角裡面的一些主角 這種人讓我想到一樣東西 我也想到一句話 有人說 當我變成狗屎的時候 就沒有人再踩在我的頭上 哈哈哈哈 當我自己當狗屎的時候 就沒有人再踩在我的頭上 因為我很怕踩到狗屎 哈哈哈哈 所以 但是他不是 他是有企圖心的 要企圖心 這第一個要有企圖心 第二個是說 你要 半被動 就是說今天你要維持對上的關係 你如果說很積極的話 你說一開始就很積極創造 到一新公司 就送禮給老闆 送禮給老闆的老闆 然後說平常沒事就製造一些機會去跟他 很刻意去講講話 他會覺得你這個很乖乖的 真的有這種人 有好多 好多 電視台很多 好多 對電視台最多了 好最多 對 真的 他覺得說 我如果不主動找這個機會 不主動出頭讓別人看見我 那我要等著排序排到哪一輩子 對不對 因為前面排太多人了 可是你要注意就是說 你要找一個非常自然的場合 然後或是說你真的是很有表現的時候 然後所謂的半被動就是 當你的老闆或老闆的老闆看到你會說 欸軍曉不錯啊 你上次做這個專題 不錯非常好 我朋友都說好 欸我老闆看到覺得說 你設計的規劃這個一系列 對他太有用了 是 你這個時候我們剛講說打蛇水滾沙 對不對 你有一個理由去跟他接觸 然後你下次就有理由 再跟他說 報告老闆 我又有個計畫 是 那我跟報告一下 這樣好不好 而且要讓他覺得說 你這個直接可以跟他報告 而不是月籍報告 因為上次 建立起那個管道了 總體上次你說夫人 蠻喜歡我做那個專題 所以我想說下個專題設計 我想請夫人給我一些參考 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 而且更厲害 因為你找到老闆老闆的老闆 對對對 夫人對不對 所以這又牽涉到一些家庭的一些關係了 哇 對不對 那你這時候如果說 買一些不會說太 好像讓人錯的禮物 什麼Tiffany的珠寶什麼的 那種太大誇張 太誇張 你可能 欸這個端午節 你送他一個很有名的種子 中秋節送他一個非常有名的月餅 他是很難得 或是說很有名 代表你的品味 但價格不會太誇張 對 就是說月餅 這一個月餅 比方說一般月餅 假設啦 40塊一個 可是他一個可能也許400塊 嗯 那400塊 我們現在不要看他是買在月餅 400塊給你感覺上 400塊沒什麼 沒什麼嘛 但是呢 你400塊你買4個 一盒月餅 1600 嗯哼 他會覺得說 哎呦 你這個不簡單 1600算多嗎 不多 不多 一般人負擔得起 可是呢 你缺乏用在一個非常 有一個有重量 有分量的一個 一個禮物上面 哎呦這個是送你的學問 對 而且送的呢 是重要的人 他所關心的人 哇 老闆的老闆 老闆的老闆 對 老闆的太太啦 老闆的小孩啊 受要的總司令啊 啊 是是 對 你就是總司令 對 對 他受要的總司令 哇那太 你送總司令 哎呀那我就太感謝你了 這是題文 大家一定要看受要的書啊 就說總司令是誰 對不對 哦對不對 就說 你看講到送禮的學問 其實你剛剛又講到一個 我們在電視台裡面 我最恨最恨的哦 就是情人節來送我禮物的 為什麼 我以前啊 在電視台 對 對 情文部的長官嘛 沒錯 所以呢 平常送禮就算了 情人節你送我禮物幹什麼了 你這不是要讓我想入非非嗎 對不對 你不是要讓我要 讓人誤會嗎 嗯 可是我跟你講 有些人就很白目 就會不對的事 有些小女生 有些小女生他就覺得說 哎他這樣子表達一種 對你的一種 仰慕 或者是什麼 是 可是 我當然心裡面甜甜的啦 哈哈哈哈 可是 還是有點效果 不是 可是你 你會在一個 尤其是公開場合 辦公室裡面 他就這樣放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對真的是 所以送禮是 這我們隨時可以插進來講 補充送禮這種 道理 你要看對場合 看對時機 看對人 看對價值 他送的價值 我們這職場文化真 包的萬象 是啊 都可以拉出來講好多事情 對對對 所以他就 他就這個 適時的就買些小禮物 就 哎這個也富人 分享 而且是 好像說 他也是每個人都喜歡 一開始是普世價值啦 是 或送些水果 要芒果要好的時候 就專門挑好的芒果 然後看起來好像不切 那包裝飄飄亮亮亮 吃到嘴巴 哇怎麼這麼好吃 他覺得說 哎這個人品味不同 是 那在相對來講 在總經理 他的彎當 在直屬的一些部門主管 因為這個是中階主管而已 在高階主管方面 可能會發覺說 每天就談一些公司啊 忙焦頭爛額 看到他就覺得說 看到麻煩 那反而對這個 好像對他眼中的一個小朋友 每次看到他就 笑咪咪的 我很開心 而且你都去請義 你知道嗎 在面試的時候 或跟老闆談的時候 你如果能夠直接把老闆 他曾經說過的哪些話 或說主考官 曾經說過哪些話 這家公司正在做哪些事情 你就說 其實我對公司也很了解 因為我上台報上 看到發言人說什麼什麼 後看總議題到哪裡 我覺得非常值得那一件消法 如果你講到他心坎裡 人都是這樣子 你把他講過話再講出來 他會覺得說 你是我的媽吉 是是是 不像我其他 我每天跟同事開會 大家都提意見都反對我 對 這些人如此不可笑 不像你 來 你也上班 老闆你講的話 都關我的事 我都放在心上 這是 讚讚讚讚 其實這個 大家覺得說 職場上面好像拍馬屁 狗腿 但是狗腿的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尊重 因為我尊重你 對不對 所以 只是講出來的話 會讓人覺得 哇 聽起來 他好像很那個 但聽起來 當時人耳朵 覺得說 哇 非常受用 因為你對我很尊重 你知道我的想法 我要的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開始培養 跟老闆的老闆之間 就大老闆之間 像這樣子一個 特殊管道 我們可以講說職場的第二管道 我們在中美對話的時候 第一管道 第二管道 第三管道 對 這就是你工作職場上的第二管道 可是你要繞過去 非常自然 然後他就把握住這一點 所以他 每次呢 他有一些想法的時候 他反正給他直屬老闆 不是被他剽竊拿去用 就是被他打回來 他直接跟那個老闆說 現在有一個想法是這樣的 因為之前 夫人有提過 你看是不是可以給我一些指導 不情之情 不好意思 浪費總經理時間 不會不會 沒關係 非常得體 非常得體 因為他中間 其實他又收過你一些 比較關心的一些小禮物 那當然 大老闆不會看禮物來選人才 絕對不會的 但是你是無傷大雅德的禮物 讓他覺得說 你對我有關心 對我家人有用心 OK 然後表現也不錯 蠻積極的 下一個生子就是他 所以在一對照比較 他的老闆 就是說你之前比較不關心你的老闆 平常你看 應該就是說 那個叫長官 長官 一個叫老闆 一個老闆 就是他的支出長官 我們叫長官 然後他老闆 所以說他的長官跟他關係一直不好 一直不好 對 那結果總經理看呢 他這個長官雖然在公司時間年 年次比較久 而且以前都有貢獻 但是他慢慢不知道他最近心裡的想法 跟他沒有保持這麼密切的聯繫 只有交辦任務他來做 然後每次來談的時候都是觀想文章 而且有點老大心態 因為你想說 你看當初革命初期 就公司剛創建 我就進來了 所以現在呢 有些部分甚至跟總經理有點平起平坐的感覺 然後對一些人事的批評方面有自己的定見 然後不過這總經理很難改變 他這個屬的這個屬家 也就是我們剛講這主角的長官 所以這時候他反而會覺得說 跟這個比較中間的這個主板 培養成一種私生的關係 甚至到一些兄弟的默契 不管是男還是女 在職場上性別的時候就不是這麼重要 會被模糊掉 那所以就覺得說 我們現在可能要有一個企劃部 我create一個新的部門出來 那這樣小王你去 可以嗎 這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想做這件事情 這是我平常每天在做的 但是真的可以嗎 我叫你去就去啊 你懷疑我的決策能力嗎 不敢不敢 謝謝 謝謝總經理 反而以退為進一下 對 那通常葵業出來這個部門呢 他是比較獨立的 他可以看所有全公司的其他部分 他慢慢他的位階 他就已經跟他原先的長官 已經平起平坐了 平起平坐的同時 他就可以來做一些好像一些規劃 或者跟部門之間維持的一些關係 協調 協調 然後在這時候他就知道說 好你以前對我 那我不是要故意你以前對我不好 我就對你不好 不是 是因為你對我的工作 可能會有些影響 那我一定要找一些事情 正面的我會提出說 這個部門不錯 但我的格局已經不同了 就先發覺 原先的企劃部 其實企劃部的張經理 他做這個企劃是不錯的 我覺得我們公司可以怎麼做 建議的立場跟總經理來談 如果他今天這個企劃部 做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他立刻他不想自己講 這企劃部人 針對企劃部做這個case 業務部門有反應 說他這個案子很難推 那企劃出一齣連續劇好 到節目部 然後就覺得說 企劃部覺得很難推 然後節目部一定有意見 就是說 企劃部為什麼推不出來 為什麼業績這麼差 那企劃部隊長說 你選那個女主角 外面八卦性就算了 對不對 而且呢 常被社會版來報導 自己又出了什麼問題 形象不好 我要出一跟客戶談客戶說 你們男女主角是誰 女主角是他 哎呦 幻覺 對 你如果不換的話 我看我們要下 因為這直接企劃形象嘛 對 我這個廣告在你們劇後面 直接他講完話就播出 那我覺得對我形象 公司相當不太好 所以 我看 這次算了好不好 下次有新的劇再跟我們聯絡 對 我要廣告的 我要我的商品 是哪一份 你給我弄個金氏媳婦來幹什麼呢 對不對 我怕死哦 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咱們接聽大華來收尾 這個跳棋下到最後呢 這盤棋他贏了沒有 進廣告 好 歡迎收看新聞台 我是劉俊廟 瘦要要上班時間 勾心鬥腳 啊不對 李大華講勾心鬥腳的是 來 這個 下跳棋 他現在已經下到了這個位間 他已經自己頭上一片天了 大老闆給他一個這樣的部門 對 但是我們在企業裡面 我們的天 絕對不僅止於一個部門的主管 對 我們希望能夠做大師 對 然後大官這個官位是附加過來 是 但怎麼樣能夠跳到像這樣子一個位置 大家只會看到 你做總經理啊 做總裁啊 這樣子 那他不會想說 你是怎麼樣做到的 其實這重點是說 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格局在哪裡 那 但是就算你有這個格局 我們不是教大家說你要很這個 尖巧 很尖巧 也不是說大家要很炸 只是說你在職場上面 我們分享的是說 你要從 A這個點 最基層的點 到這個 Z A到Z 到最終極這個目標 他的過程不是直線的距離 所以你要經過很多 我們剛剛講那個 例子就是說 他當他在一個像集合啦 或者說在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一個部門的時候 在看全公司 他提出建言 絕不會從他嘴巴裡面講說 哪一個部門不對 哪一個部門不好 在他提議的時候 他只會說這個部門的表現 受到那個部門的評價不是那麼高 雖然他們已經進了 他更狠的一點可以講說 雖然這個經理已經盡了權力 他不是不努力 他盡了權力 可是規劃出來 別的部門覺得不能用 那更慘對不對 這個人是不是能用啊 我沒有講他不好 我講他非常好 非常盡心 盡權力的 用出來弄了東西不能用 對弄了不能用 就打槍嘛 就是意思就是打槍了嘛 對那不是講說 他的什麼 他的意見不好 或者說我避免他能力不足啊 我從來沒有講他能力不足 不能用 我講他說盡權力 但是對方也不是我說的 是業務部 說這個企劃和節目部的Case 不能推 那這樣的話 好 那就問啊 那講說一個說 業務賣的不好啊 節目也要講批評 那業務部就說 你女路要長的形象不好 或女路要長的醜啊 讓我推不出去 你怪誰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檢討誰 檢討當初的企劃 你為什麼要推這齣劇 為什麼要選這個女主角 你跟節目部之間是溝通的 就在檢討 那最後把小王把那個長官幹掉沒 對那長官最後呢 他就老闆也不是說他隨時要換人 讓別人感覺說 哇那我這樣子呢 是不是我這個 好像太太 對我太人血了嘛 就沒有過程 他一定有個過程 對一定有個過程 那老闆很希望有這樣子的人 可以來幫他做一些清理門戶的事 然後他就做得非常有技巧跟藝術性 所以最後呢 老闆就只要講說 好那你們每個部門評估 這件事情到底出在 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大家在看風向啊 他就不會真的 用心裡的想法寫出來 就說 這個老闆好像很挺那個小王經理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就在揣摩上意啦 老闆這樣聽起來啊 今天看起來 那個企劃部是最黑的 然後那個節目部是灰色的 那業務部呢 感覺起來他還是滿紅 因為他們是一直出於搶業績嘛 最近公司業績還不錯 只不過在這件事情上面啊 這個廣告推的不好 所以我們這樣 這個觀察起來 中和起來 中和起來 可能第一要處理的就是企劃部吧 企劃部的那個主管 就是主管 就以前小王那個主管 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他評估不良啦 可能他最近呢 比較少管事情啦 比較沒有跟業界接觸啦 脫節啦 然後平常呢 可能也很缺少橫向聯繫啦 所以我們認為這次 因為當初設計這個劇 連續劇的時候 沒有想像 各方面的想像周全 我們現在其實 各台連新聞都這樣 你要想到業務那一塊 所以才會有收視率啊 你要拍什麼畫面叫做好看 所以好看的畫面 就是 sensation 現在的感覺是這樣 我們以社會責任論來講 他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但現在就這樣 所以就結論 就是說這個企劃部的經理 需要做一些思維上的調整 那老闆講說思維上調整 就是位置的調整嘛 哎呀 我們調他去做高級專員 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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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冰起來了 冰起來了 所以你看老闆呢 其實老闆在做借刀殺人的事 沒有錯 然後呢中街主管在做跳棋的事情 是 那你自己呢在那邊擺悟的人 你說不關我的事的 告訴你 最後都關你的事 沒有錯 今天非常感謝大華來跟我們分享這個 這個勾心鬥角的故事 要常來啊 好沒問題 當然是 因為你顧心鬥角實在是一流的 講顧心鬥角的故事實在一流的 是我們這個 在這個職場生活比較坎坷一點 好感謝大華 謝謝 謝謝